兄弟们又到了交房租的时候了 我准备把这手机给他卖了 然后交房租 这个手机真好看啊 看多好看的手机 我将要失去它 能卖个七八百块钱吧 卖了去 把手机卖了之后 我就可以请我的好兄弟吃大餐了 这房子还不是特别丧 还不用打扫 等特别丧的时候再打扫 反正不是自己家 我也想早点睡 但是不知道为啥 我总是半夜两点之后才能睡着 然后五点醒 其实五点醒了之后 我还是能睡着的 但是我要控制住自己 要自律 所以说五点起床去跑步 现在去跑步 说真的 现在这天是真的冷 到地方了 开始跑步 兄弟们跑完了 太爽了 衣服已经湿透了 在这里压下腿 哎我去 嗯 嗯 嗯 这周包子太香了 里边兜的肉 嗯 现在才六点半还早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日节可以干 一会儿你干了 就这么来跑了 兄弟们啊 这边的日节不能干 给你一块钱 让你干一百块钱的活 他也觉得你应该干一千块钱的活 太黑了 看一下现在的体重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减到一百三十以下 其实我现在身高一七六 这个体重也行 但是就是没有肌肉 都是肥肉 所以说要多练练 看今天能做多少个火生 然后现在没有做了 不太行了 哎呦 哎呦 我去 今天中午吃点好的梅菜扣肉 还有猪头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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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